市民的市长 行动的事务 即将上任的台中市长林佳龙 带领着市府小内阁喊着行动口号 出来一一点降介绍各位首长公开亮相 也强调虽然距离交接还有半个多月 但新的台中市府团队已经准备好了 这85万选民投给我是要 我做什么 尤其我们又 第二个数字是我们 赢了对手 加进21万票 21的这个数字 这个差距是压倒性的 一定让我们要戒身恐惧 185万票大赢对手21万票 入主台中市政府 林佳龙表示 这是民众给他的压力也是后盾 除了不能辜负选民的期待之外 也尽力争取到各界的好人才 组成横跨产观学界的行动市府团队 并且会交接后的100天内 会让民众有感绝不会有蜜月期 百日定江山的意思就是100天里面 将决定我们的团队的施政的轻重缓急 另外呢也能够呢让人民有感 这个也是在百日的这个蜜月期啊 我们不要沉迷在这个高的这个得票率里面 那个当作一种就是这个我们的一个支持的力量 来呢秉持一切的政治跟人情压力 就能够开展行动市府 而新市府即将上路 林佳龙也和一级首长们约法三章 除了利益回避 严禁出入不正当场所 还要主管不能只坐在办公室做事 希望强调行动两个字 要求团队以高效率来回报人民支持 让民众感觉到台中真的改变了 新闻社区台中采访报道